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彰显身份的爱马仕 赢宝也未曾入手 要知道景天和唐燕的爱马仕可以绕地球一个圈 李小璐的爱马仕价值一套房 而同样爱美的赢宝却会背2000余元的MK 就算是背Kloe 迪奥 LV也不过万元左右 相比其他女明星来说已经相当亲民了好卖 不仅如此 他还被网友抓到坐飞机要坐经济舱 A先生头一次觉得坐不起头等舱不是心酸 而是多了一个与赢宝亲密接触的机会呀 身材比一般人都要瘦小的赢宝 买鞋也成为了一大难题 瞧他穿的这身Temporary London的衣字兼蕾丝裙 真是清新又可爱 可是这这这脚与鞋之间的大红沟一秒晃下A先生 还有身穿条纹西装出任CEO时 穿的红色衣字带凉鞋 分明比自己的脚大了不止一码两码呀 话说小赵总这种身家上亿的人 花钱两脚定做合适的鞋子那都是so easy 可人家偏不 而这其中的原因竟然是 如果你以为节俭就是抠门的话 那简直要被笑掉大牙了好吧 银宝可是对自己抠门 对别人慷慨典型代表 他节省下来的这些钱 其实都拿来做了慈善 他自己出了名赚了钱 还不忘为家乡捐钱修路 参加慈善业捐款70万名列前三甲 虽然不如第二名的黄小明baby 捐了140万 可别忘了人家是夫妻两人呢 想当年天津爆炸时 小赵总还给牺牲的消防战士家属 打去了50万 这种赚了大钱却消费节俭 还心存他人的好姑娘 A先生一定要点一万个赞呀 天哪 人家这么多花的少 还捐款做慈善 这让我心何以堪 此刻好坏打醒重新做人吧